大家好 休息了一冬天的草坪修边机 英文叫Tramer 不工作了 老公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经过检查发现是 进油和回油管老化而断开了 就从网上购买了这种管子 管子的直径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次是按照它的型号去找的 Amazon上找的 它说是按照这个设备专用的 一根粗一根细 那么我现在试一下 看能不能从里面把它拔出去 拔出来 这个就拔出来了 你看一下 断掉了 头上这个就是 玻璃器 它汽油里面有固体物质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过滤器 过滤器 这两个笼帽卸下来 就是这个不介绍人家能拿下来 就是卸的时候它是我们装回去的 别到时候搞错了 你看它这个地方是这么勾上的 就是开关 开关是这么勾的 到后面装完了以后 也是要这样 这样装回去 然后管子呢冲上 这样卸下来以后这样 手就可以拔得住这个 这个油管 就算是他 它就不得了 是 三十四十块 所以 这就是鞋口出来 你看 嗯 这个鞋子 这就是 åk 这就是鞋子 这个跟这个比一比 比一比看这个需要多长 解斜了嘛 然后再把它剪成一个平口 我再来比一下它这个长度 完了以后 然后这两根大体长度差不多就好 这个就可以塞进去了 塞进去了 再装一个连接器上去 我觉得这个连接器的目的就是 就是让它能够密封 这边完了以后呢 就往回拉 你看啊 我拉到这个线 这样拉到头 拉到头以后 我现在先比一下它这个大体的多长 你比如我现在放回来 装回来 装回来的话呢 那么 大体在什么地方剪 然后再看一下黑的 黑的多长 稍微长一点 很容易塞是吧 嗯 这个好像还挺容易的 不行啊 这个钩子要把它勾住 这个钩子就这边是 这边开关 开关 开关 这个扣着 不装 不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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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换呢 这边也可以不屑 因为刚才怕的是 手不好弄 这个 这个管子不好 不好 管子它的直径是合适的时候 就可以了 那是关上 我再来收拾这个 发动机它进空气的地方 它不是怕脏东西进去吗 所以一个过滤 有个过滤 有个过滤 过滤海绵的样子 就是海绵 我现在要给它加汽油 这不是汽油吗 但是呢 这种小设备呢 都是两缸的 没有加润发剂的地方 它呢 是要加到这个汽油里面 买这种 2 cycle engine oil 那么它有配比的 就是上面呢 是1比40的这个配比 就是说一份油 加40份的汽油 现在大概是在10 10毫升的这个位置 40比1 40比1 40份汽油 一份的这个汽油 同时用 就是它烧的过程当中 热化油就起作用了 到了设备里面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把这个 把油呢 倒进去 你灌一次 只能用一次吗 那都可以 一般能用两三次吧 就是净油 OK 就是压个七八次 四五次 净油 然后先放在这个1上面 先打火 看看它有没有打火的这种可能 好 现在你看 它有这个 发动的这个可能 然后再换到2 这样就修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